中文字幕製作人 2004年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是給江曼玉小姐看過我的設計 後來非常幸運的 她就願意帶上我的設計去嘎那電影節 在一夜之間就很多人在問 江小姐帶的那個東西是什麼 嘎那電影節以後一個星期 我們在巴黎的中心 一個很好的酒店叫Hotel de Clion 做了一個新聞發布會 告訴大家 這個叫麒麟 敦煌 是我創作麒麟的一個起點 記得我在摩高窟參觀 給我的震撼真的太大了 一千多年前的事情是跟你那麼接近 都在你前面 你可以看到當時的人 他的妝容是怎麼樣的 髮飾是怎麼樣的 配戴的珠寶是怎麼樣的 衣服是怎麼樣的 敦煌是一個世界文化的大熔爐 不光是我們中國的東西 西方也是很多人在西手之路上面走過做生意 就在那個時刻我就在想 這個就是我要做的方向 有中國背景 但是也有很多從外地學過來的一些工藝技巧 所以如果把這個東西融合在一起 就可以創作一些非常好的東西 葫蘆是一個家喻戶曉的東西 在中國人的心中 是一個向心守護力的法寶 這個葫蘆吊墜的線條 看起來是一個簡單的線條 但它其實是經過幾十次的修改和調整 才呈現出來完美流暢的線條 葫蘆的載體是西方設計中強用到的鑽石 但是它的形狀以及包含的寓意 卻是非常中國的 不僅有我們民族的情感在裡面 更符合所有人的神美虛位 《Vulu Legend》這個系列作品的靈感 來源於墨高窟頂端 它是佛教裡面說的一個繁華 羅馬教堂中也會看到這樣的一些裝設 我把具有中國代表的葫蘆 透過設計融合在絲綢之路的這個靈感 《Vulu Legend》就呈現出一個 非常有拜贊庭中東色彩的中國葫蘆 珠寶有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它真的非常接近你 貼在你的肌膚上面的一個小的東西 我就經常說一個小宇宙 小小的空間隕含了很多的東西 就不光是珠寶本身的東西 還有感情 我是住英國的時候 開始收集五種泰迪熊的 在英國譬如說一個小孩出生了 他的家人、親戚朋友都會送一些小熊 然後就陪著他長大那種感覺 那我覺得這個非常貼心 非常touching 後來我做了一個熊貓 把泰迪熊的元素加進去 做一個小熊 可以一直陪著你長大 不是很好嗎 我一開始做泰迪的時候 我就想把它做成一個國際的東西 希望我透過我自己對設計的了解 然後對中國藝術的一個認知 可以創作一些屬於這個年代的一些中國的設計 好好地流泉下去 好好地給全世界的人看到中國的美在哪裡 這是一個小小的夢想 我希望我做的事情 可以啟發一些年輕人也好 其他不同行業的人也好 每一個人也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心 做出有影響力的當代中國的美學設計 且就是我的一個初衷 也是我的初心 過你今天 是我的初衷 是我的總統 你在 kimchi 很有趣 你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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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